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女人若是不正经的话 都会有什么表现呢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文哲就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 会和男人开一些很大垂度的玩笑话 不正经的女人往往感情经历比较丰富 非常的了解男人 而她们之所以会那么了解男人 无非就是因为她们对男人有着好色之心 所以她们才会如此深层次的去研究男人 揣测男人的心意 让男人把自己视为知己 通常情况下 不正经的女人在发现自己心意的男人之后 会主动的去接近男人 并且去调戏男人 在男人面前开一些很大垂度的玩笑话 这是因为女人想要引起男人的注意 让男人知晓自己的心意 所以啊 男人若是发现某个女人有此种表现 那可就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 会故意的与男人制造出一些肢体接触 正常的女人在被男人接近的时候 会下意识的躲避 会表现的非常的害羞 就算是她们不小心被男人占了便宜 她们也会表现的很愤怒 但是啊 不正经的女人就不会如此 她们往往不会拒绝男人和自己有身体上的接触 她们甚至啊 还会选择主动的去靠接男人 这样的女人在感情当中虽然是极为热情的 但是因为男人的你应该明白 女人若是丢掉了矜持 变得对男人异常的主动与热情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是非常不正经的 第三 女人在和男人调笑时的眼神总是魅惑人心的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啊 女人若是不正经的话 她的眼神就会出卖她 很多不正经的女人在和男人相处的时候 眼中都会泛着红光 看起来啊 也是水汪汪的 很是魅惑人心 而男人很容易就被这种眼神所迷惑 被激发出自己的保护欲 最终啊 上了女人的当 其实啊 这只是女人吸引男人上钩的表现 也是女人不正经的表现 每个男人都不希望自己娶回家的妻子是不正经的女人 所以啊 这些女人不正经的表现 男人一定要知道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是您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可以给我发私信